谢谢你救了我 这就是我应该说的 情况结束后 江浩金深深地低头向柳一涵鞠躬 但柳一涵挥了挥手 否认了这一点 如果不是他们的话 柳一涵肯定会死的 但如果他没有死亡 地下城的出口将不会打开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也会死 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 柳一涵认为江浩金是个顽固脑袋 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但他莫说出来 相反 他在捡起黑魔石和瑞塔卡里哈的遗物时开口 那我可以拿这个 对吧 瞬间江浩金的眉毛抽动了 但他现在不能说 那有点太因为那样会 违背他刚说的话 坦率地说 因为柳一涵自己解决了这一切 所以江浩金最终决定放弃 好的 尤娜也不反对吧 男尤娜 那尤娜也没有反对 相对的 他要求 给我你的号码 不 哇 我又被拒绝了 即使我很漂亮 即使我是世界上最漂亮的 男尤娜绝对是美丽的 谁都承认这一点 可以说他的外表是特殊的 然而柳一涵不会注意 天使之下的任何人 等于 他不知道是哪边 是被美神祝福后才变成这样 还是他本来就很美 才受到祝福 但他很美丽 以至于他可以意识到他 不是无端被美神祝福 他也明白 为师摩他为他的外表感到自豪 说实话 他觉得不愉快 由于他的自信 柳一涵甚至拒绝了他 并与爱达确认 我还有什么需要在这里做的 应该有 但不是现在 我们都需要休息 你非常努力 所以你现在应该休息 其余的将由我们处理 因为我们应该首先对此负责 但在我看来 如果您的能力再次受到限制 我认为 这会变得更加危险 在柳一涵敏锐的意见下 爱达无奈地微笑着回答 事实上 我也担心这一点 我们可能会使用天堂的力量 封印地下城 并且可能会在稍后 向人类发出任务 像那些像你一样 有出色能力的人 我知道这一点 柳一涵笑了起来 然而 被一堆是折腾的他 今天很努力了 所以他决定闭嘴 当他静静地 躺在他的头上时 爱达似乎也感受到了他的顾虑 我们一起出去吧 你不会拒绝的 对吧 是的 走吧 他已经离开了队伍 他的被动隐蔽 可能会在他们到达韩国时再次激活 所以他应该能够离开他们 因此 柳一涵并没有反对这一点 无论如何 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 在这里分开 反而更麻烦 当我回到韩国时 我要和蔚来一起喝啤酒 随便你 欧巴 跟我们一起喝酒 我很忙 我今天一直被拒绝 与此同时 南尤娜似乎并没有厌倦 因为他一直在聊天 如果表现幼稚 是他的美丽秘诀 那么 他不会真的想模仿 然而 他对他不时地发出 哥哥的笑声病 没有不满 所以 柳一涵淡淡淡地微笑着 看着那个场景 想到 如果他一直大声聊天 他可能会忽视柳一涵的身影 你叫什么名字 哼 认为 当他的隐蔽 好像会在短短的几颗内激活时 他叫了他 这是一个单纯的巧合吗 魏石魔这个女人 在完全出乎意料的时候 表现出与他完全不同的一面 柳一涵变得有点紧张 无论他是否知道 南尤娜都用无辜的声音 继续说话 我之前问过菲亚达 但他说 如果他告诉我 他会死的 我绝对不想要一个 天使眼镜蛇固定 Angel Cobra Twist 我认为 这超出了你 应该把天使放在前面的水平 在淡淡地反驳 谋答的过程中 柳一涵想了一会儿 他想到了一个人 江未来 首先 江未来和这两人 属于同一个团体 是一个明显的事实 而且 从尤娜的聊天中 他可以判断 他们是朋友 由于江浩金的姓氏相同 他和江未来 很可能是亲人 他们会不约而同地 跟他谈论柳一涵 江未来应该能够 在他提到隐藏 毛和韩国人的时候 想起柳一涵 这并不是说 柳一涵傲慢自大 只是现在地球上 没有那些具有 这些特征的强大之人 除了他之外 换句话说 隐藏他没有意义 柳一涵 哇 这个很酷的名字 这个人是第一次 一听到他的名字 就冷淡地这么说的人 射焦蝴蝶中 最佳佳的射焦蝴蝶 射焦蝴蝶的女王 在这里 老实说 他并没有感觉太糟 但是边缘人 不会与射焦蝴蝶 有所交往的强烈决心 让他平静下来 同时 姜昊金看着他 彭扶看着一个陌生的人 即使他和尤娜一起 从幼儿时代开始长大 在看着他的时候 他的心脏 有时也会咚咚作响 但他能够感觉到 柳一涵真诚地 拒绝了南尤娜 他真的希望 那不会挑起南尤娜 富有挑战性的头脑 他总是显得笨拙 但正是由于这一点 他不知道他会做什么 幸运的是 因为他更愿意让 自己看起来更漂亮 而不是男人 所以不要假设最糟 你不必退缩得这么厉害 我不会吃你 如果你太近了 他会让我感到不快和热 所以请稍微离开 哇 现在 南尤娜好像喜欢和柳一涵的谈话 那么 他可能会对柳一涵的反应 感到陌生 与其他男人不同 因为其他男人 要谋夸张地靠近 要谋夸大其词 新事物带来了快乐 但是这是有限的 如果没有反应 他最终会对他感到无聊 他只是对有人 不断拒绝他感到兴趣 看到南尤娜 略略笑了起来 江浩金的担心 似乎不会结束 他们很快 就能逃离地下城 但令人惊讶的是 在地下城前 有几个天使正在等待 全副武装 看到那些僵硬的表情 他们似乎已经知道 地下城里发生了什么 艾达 一位身穿光铠的女天使 在他们面前 叫了艾达的名字 报告 铠甲天使 我明白 艾达 从艾达的态度来看 这位天使 似乎比艾达的位置更高 柳一涵望着谋达 想知道 魏石魔他们没有叫他 即使他遭受了同样的事情 他小声回答 这是因为我是新手 谋达 安静 铠甲天使 heak 谋达 艾达和铠甲天使 似乎交谈了一会儿 然后他们转向柳一涵 铠甲天使开口 人类柳一涵 看起来很难立即给你报仇 铠甲天使 啊 好吧 你可以完成工作后给我 柳一涵听到报仇这个词时 疑惑着之后 他意识到 这是为了保护艾达这件事 肯定的是 自从艾达被看到后 他就不能用最强大的攻击先发制人 这使得这场战斗有点不利 然而 在他保护艾尔塔的过程中 他并不是想要一个报仇 所以 在他听到报仇这个词之前 柳一涵想不到这一点 我不知道 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 但这件事 甚至对上天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获得更准确的事发经过 我们将借用爱达 铠甲天使 随便你 然后 每个人都聚集在一起 我们现在暂时关闭地下城 铠甲天使 是 只有一条铠甲天使的粗线 那个地区的所有天使 聚集在漩涡入口的前方 看到危险地下城的入口被关闭时 柳一涵陷入了沉思 这种地下城只有一个吗 也许 这些地下城 不会在未来继续出现吗 也许 某人的意志会在这个地下城里 扮演一个角色 如果是这样 为了什么 从假设开始的想法 一直持续不断 直到像烟一样散开 这个想法 不可能首先得出结论 也没有必要去谈论他 柳一涵抓住他的拳头 回想起他在最后时刻看到的卡里哈的微笑 柳一涵不太在乎 发生什么事情 他只会为了生存 而变得更强壮 他没有计划 害怕发抖还莫发生的事 地下城的临时封印结束了 只有在他们看到地下城的漩涡减少病 最终成为金属门之后 天使才停止发射他们的力量 在这次事件中 地球已成为变数最多的世界 主神的力量尤其无效 据此 分配给地球的天使将来会增加 当他静静地看着地下城的入口时 柳一涵可以听到天使在他耳边的声音 当他回头看时 他惊奇地发现 这位装甲天使始终保持僵硬的态度 微微地微笑 嘴角微微抬起 丽塔真的很想献你 到现在为止 忍受他的歇斯底里是痛苦的 是这样的 他想起了 他独自与瑞塔卡里哈作战时的想法 脸色变得有点红 幸运的是 他用面具遮住了他的脸 不 不是那个 这个可怜的天使 到底跟多少天使谈过柳一涵 以至于柳一涵遇到的天使 都提到利塔 当他想到的时候 柳一涵意识意识到 铠甲天使所暗示的 并加宽了他的眼睛 等等 纳摩 柳一涵 我祝你好运 一旦事情结束 我会让爱达回来 某达 你也来 等等 我需要保护 哇 天使瞬间消失了 收回了身相铠甲天使的手 柳一涵平静地抱怨 鬼鬼祟祟的他 应该告诉我 如果他要去的话 最终会结束 你对他们很有善 与此同时 在被天使的光环压倒之后 在整个事件中 变得僵硬的江浩金 在看过柳一涵的态度后 再次变得意外 现在 他甚至厌倦了 不如他的感觉 当然 柳一涵不可能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只能模糊一笑 让我们马上回去吧 浩金哥 一涵哥 呼 是的 我不是你哥 南尤娜 根本不了解最后的状况 拉上了两人的衣服 江浩金失败地叹了口气 柳一涵听到改变称呼他的方式后 感觉到了社会蝴蝶女帝的力量 并以一个孤独的国王的力量 将他割断 纳摩 一涵 我很抱歉 但我没有计划与你靠近 所以不要叫我 哇 享受柳一涵的反应的南尤娜 一直跟他说话 直到他们在机场上了飞机 当然 柳一涵离开了他们 因为他是个偷渡客 所以他只能希望再次见面 虽然 不知道何时会再相遇 南尤娜和江浩金一到达仁川机场 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因为他们是能力者 在这之前 更是一对俊男美女 特别是 南尤娜的美丽 已经超越了人类 所以引人注目 是很正常的 你们两个 请来来这边 有一次和柳一涵一起打瘾的经验的弗雷德 向他们打招呼 他们自豪地接受了旁人的注视 并在弗雷德的引导下离开 等候豪华轿车打开时 他们先前的任务 你拿到了吗 他在任何问候之前 带出了自己的工作 是女帝江未来 他穿着一件黑色长袍 戴着太阳眼镜 而不是在与柳一涵作战时戴的面具颜面 当然 虽来听起来很可靠 但事实上 昊金哥被采令了一番 难哪 永远诚实的南尤娜 透露了所有人江昊金丢脸的事 江昊金试图阻止他 但来不及了 江未来先让他们进入车内 并在他戴着墨镜离开后面对他们表达了自己的困惑 你得到了他们 但是你却失败了 听着 未来 唉 现在谈到这一点 没有办法阻止他 江昊金只能乖乖忍受黑暗历史的重演 使用毛的韩国人 他的名字是柳一涵 他还使用了钉毛炮一样的东西 菲亚达说 他是现在地球上最强大的人 也许将来也是这样 如果那位天使这样说的话 那也一定是真的 是的 嗯 江昊金在听完南尤娜的故事后 这样回答 并再次戴上墨镜 然后 他转过头去凝视窗外 不管怎样 谢谢 感谢你 我现在可以进入二阶了 所以 你休息一下了 但未来 你卫士魔突然转过头来 我只想看看外面的景色 外面有什么有趣的吗 南尤娜接近江未来 朝窗外看去 但是 只有不变的道路可以看到 看着这个 江昊金想了想该不会 问道 你认识他吗 不 哥哥 我第一次听到他的消息 江未来冷静地回答 但听到他比我强 我有点好奇 那么 他很快就会被我超越 像往常一样固执 这样的未来 也很可爱 嘿 你很烦人 然而 即使他说这很烦人 江未来也没有把南尤娜推开 他们是童年的朋友 由于不同的世界 将他们分开十年 一个稍微过度的肢体接触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来恢复他们的尴尬关系 无论如何 在那之后 我对这个人感到好奇 但我向他要电话号码 但他一直没给我 直到最后 他没有吗 不 没错 未来 你是在嘲笑我吗 没这回事 是吗 不管那个 让我们喝酒 喝酒 之后我们回家 我做我的二阶进化 也 令人高兴的南尤娜欢呼 以及含糊不清的江未来 看到女孩们一如既往 江浩金松了一口气 躺在椅子上 然后 他回想起 在他们上飞机之前 就消失的柳一尊 他回想起柳一涵的各种能力 每一招都很强大 没关系 我的优势 不仅在于战斗力 不要小看自己 江浩金 极度只会让我看起来很猥琐 我只需要做我最擅长的事情 有一天 他会把柳一涵踩在脚下 然后 这与他获胜并无二致 想象这样的场景 江浩金闭上了眼睛 豪华轿车 顺利而迅速地前往目的地 同时 柳一涵粗暴快速地跑向他的家 他比那辆豪华轿车 快了三十倍 我回来了 从仁川机场到他住的中路区 他花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穿过几十公里 然后骄傲地打开房门 然而 由于鞋子不在 他的父亲似乎还末下班 而他的母亲 在餐桌上留下了一个纸条后 就去了某处 柳一涵阅读纸条 我听说有一些新鲜的海鲜 所以我要去野巫门探索 晚饭前我会回来的 哇 尽管他没有听到那么多 柳一涵已经受到了南尤娜的讲话语气的影响 野巫门 如果没有探索这个词 那么他可能会误认为他去了某个市场 我的母亲真的很厉害吗 他的父亲每天总是抱怨 说怪物是可怕的 我没有天赋 我很弱 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的母亲不是这样吗 至少 很显然他比父亲更有天赋 如果没有 那么他就不会如此轻松地去到异世界 期待着晚餐的海鲜 柳一涵在直接去他的工作房之前 清了他的粘性身体 他向永恒的火焰挥手 火焰猛烈地闪烁着迎接 柳一涵 然后他去做了他末做完的工作 拆解 他还没有完成 我可能不得不扔掉这些肉 尽管与其他动物的肉相比 腐烂速度非常缓慢 因为他拥有魔力 而且构成他的原料 首先是不同的 即使怪兽肉腐烂了 他们中的大多数 现在都保持很好 但是因为已经猎杀了这么多怪 所以要在他们坏掉之前 吃光他们 似乎很困难 我应该要求他们 在鞋尖包上 加装防腐功能吗 柳一涵思考后 意识到一个事实 我不能自己做吗 但是 他很快就抛弃了这个想法 鞋尖包上的附魔 只能由多个天使一起工作 因为 他还不能使用魔力 并且附魔的等级还很低 所以他无法挑战他 尤其是 他违背物理定律 而更困难 因此放弃 很快是明智的 柳一涵热切地分解了火焰蜥蜴 锯膜和蝎子 他首先按物种分离肉类 然后使用他准备的真空包装机 进行包装 然后将它们 放回鞋尖包 然后再分开一部分 放入家中的冰箱内 他决定 扔掉大量仍然存在的肉 他并不是 不会再去猎杀其他怪物 所以没有必要留恋 等等 把它全部扔掉 还是有点浪费 柳一涵 在看着永恒的火焰时问道 你也吃肉吗 他感觉好像永恒的火焰 点了点头 不 事实上 即使没有 也没关系 柳一涵呼呼笑了起来 拿出一个煎锅 他想通过烹饪剩余的肉来 获得烹饪技能体验 虽然有点小 永恒的火焰 可以吞下熟肉 他不必担心把它扔掉 所以 它是完美的 在那之后 柳一涵料理了三个小时 烹饪 只是简单的烧烤肉 但由于数量巨大 他的烹饪技能提高了二点 永恒的火焰无言的 尽管他不会说话 吞噬了所有的肉 数量惊人的肉 就这样消失了 如果有人看到 那个人就会傻眼了 什么也说不出来 当他处理完所有的肉后 剩下的就是他们的骨头 甲铐 皮肤和肌腱 尽管 他在取出所有肉类之后 收集了副产品 但仍总共重达十吨以上认为 下次开始 他的狩猎 应该更容易一些 柳一涵开始工作 他首先试验了 他是否可以用巨膜和火焰西翼的 肌腱造巨人橡皮筋 但结果并不是那么乐观 来自火焰西翼的那些根本不好 而巨膜的 他们在加热他们时 确实获得了像暗影暴基件一样的弹性 但他并没有超过暗影暴 如果他再加热一点 他会觉得他 能够超过黑暴的基件 但是 他们已经达到了临界点 并且在可能之前 就被烧伤了 然后 柳一涵的目光 转向高地巨膜头目的肌肉 可能性很大 他立即用钳子 抓住一串基件 并将其放入火中 你刚才记得那个温度 对吧 闪烁 永恒的火焰燃烧得更大 好像回答他一样 凝视着在火中加热的基件 他集中精力 经过几百年的练习 他意识到 他无论做什么工作 都应该认真对待 他要求自己 跟火一起工作 任何人都会因为 一时的粗心大意 而白费功夫病 感到空虚 这也是柳一涵 尊重厨师的原因 基件发红 当他加热巨膜的基件时 他已经看到了这一幕 然而 在他们彻底改变之前 他们被烧毁了 现在重要的是 巨膜头目的基件 能够忍受永恒的火焰病 实现突变吗 柳一涵紧张地看着 基件变得越来越红 柳一涵可以用眼睛 看到他不是简单的升温 而是结构在变化 当然 他并没有白费 二阶和三阶之间的耐力 有很大的差别 成功 柳一涵得到了保证 他可以在黑豹之后 制造另一个巨人的橡皮筋 但是 快成功的那瞬间 基件失去了红色病 变回了白色 柳一涵的紧张消失 果然 简单加热 是否有极限 也许问题在于 他只用一种方法 创造新材料 永恒的火焰 最终是一团火焰 很显然 高地巨膜头目的基件 有可能发生变异 但也许 可能有其他方法 引发这种变化 那时 永恒之火燃烧成蓝色 并包裹着基件 在这样做的时候 一条从主条纹分离出来的火焰 如同舔着舌头 一样闪烁 柳一涵想着也许 我需要喂他什么吗 柳一涵在拆解完毕后 拿出了几块二阶磨石 毫不犹豫地扔了出去 永恒的火焰 吃了那些磨石 就好像他一直在等并燃烧的更亮在蓝色的火焰中 基件逐渐变红 他似乎渐渐发光 最终变成了新红色 并缩小了体积 看到一个比他用暗影包的基件制作巨人橡皮筋的时候更清晰的变化 柳一涵用握紧的拳头喊道 所以 永恒火焰是最好的 我不需要任何东西 重新认识永恒火焰的可能性 他从火炉中取出了巨人橡皮筋 改变了很多 以至于他的原始特征 几乎都消失了 为了使他看起来高级 他有了独特的光芒 他比暗影更有弹性 并且具有更高的耐用性 这是一个完美的巨人橡皮筋的诞生 当我用这个制造新武器时 他会回来吗 柳一涵想到了爱达 他还想到了丽塔的身影 但他决定暂时放在一边 我希望他快点过来 并将十个能力附加到鞋尖包上 他要求一百个能力应该莫问题 谦虚一点 柳一涵拿起铁堆 从现在开始 是打造装备的愉快劳动时光 与此同时 他想到的两个天使 恰巧在同一个地方 作为天使会议的参与者 经调查后发现 瑞塔卡里哈 是达鲁这个世界上的智能物种 精灵啊 我记得 当我负责这个世界的时候 遇到过他 他是一个有才华的孩子 如果他早于五百年前出生 那摩 这个世界的历史 可能会发生变化 达鲁是一个被遗弃的世界 他为时摩出现在地球上的地下城 不 地球与被遗弃的世界 有什么联系 当天使们说出一句话时 这个地方变得嘈杂起来 主席位置的天使 敲了敲桌子 总结了情况 关于这起事件 有两个大问题 一 被遗弃的世界的一部分 如何与地球上的地下城相连 二 为时摩它发生在毁灭陷阱 重叠的地下城里 主席 你是否怀疑你的同伴吗 可能是的 如果人类柳依涵 没有杀死瑞塔卡里哈 那摩 艾达和菲亚达 就会毫无意义地失去生命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 地球和被遗弃的世界 甚至有可能混在一起 等等 那一刻 另一位天使插话了 你是否说过 一个人类 杀死了卡里哈 我说了 主席 地球上的人类 他自己 他并不孤单 一个叫尤纳的人 也在那里 菲亚达 这可能吗 距离地球上发生的大灾变 只有两个月 一个人类 击败了一个三阶的破坏者 就像我说的那样 还有南尤纳也是 菲亚达 会场瞬间变得嘈杂起来 斐机最后变得沉默 因为他被忽略了两次后 变得恼羞 这可能吗 难道那可疑的 不是那个人类的吗 如果这件事背后有人 那摩我们 应该怀疑的那个人类 是不是那个人 闭嘴你们所有人 我的意涵变得强大 多亏了地狱般的苦难 丽塔愤怒并 大声喊道 他是个好孩子 丽塔 有一只跟柳一涵在一起的天使 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 我们应该给他的是奖励 而不是怀疑 主席 你是对的 他保护我和菲亚达 在那个过程中 以超凡的能力 击败了破坏者 另外 关于他的超凡能力 天使丽塔 应该已经提交了一份报告 丽塔的话语完全没有了 但幸运的是 主席和艾达 正确地表达了他们的意见 因此 安全地避免了 即将给予柳一涵的怀疑 那些不喜欢柳一涵的天使 还想说什么 但在那个地方 有很多人喜欢他 没有人固执地再次发言 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能得出任何结论 因此 我见有我们 增加四位派往地球的天使人数 详细调查地球上的情况 主席 随着主席的声明 场地变得嘈杂 四位 地球只是一个 只有第一次大灾变发生的小事件 我们不会太严肃了吗 如果发生问题 我们不能关闭地球吗 我认为 我们只是 让天使面临风险 天军并不是无限的 没错 我们不要在一个小小的世界上 投入太多的战略 有很多天使反对 但是 那些同意的人数更多 不 地球与一世界 有太多的联系 我们不能贸然关闭它 我同意 它看起来很有趣 我也同意 无论大小 第一次大灾变 还是第三次大灾变 一个世界都有生存的权利 我认为 如果我们从完全稳定的世界中 信一些退伍军人 应该莫问题 同意 同意 完全同意 请接受工作申请书 对于谁想要申请工作地点 没有任何疑问 主席的建议 立即获得了超过一半的选票 并获得通过 我应该告诉你 哪些与此无关 主神曾考虑过地球的特征 并决定 为少数属于地球的人类 带来利益 这些人类 具有卓越的恢复世界 平衡的能力 就像包括爱达和菲亚达 在内的一些天使一样 从现在开始 一些天使将扮演人类的 守护天使的角色 如果我们留在强壮的人类旁边 到达事件中心的可能性会增加 虽然我不想干涉低等生命 会议在那里结束 天使准备离开 主席看到天使们正急着离开 有了一些想法 但由于主席意识到 很多事情只是在怀疑阶段 所以 主席只是这样说的 观察地球 虽然我不希望 但如果它再次连接到被遗弃的世界 那魔情况就会失控 魏石魔我们当初计划 将地球连接到异世界以避免骚动 我想 魏石魔连接变得如此强大 现在我们 甚至不能像 我们想要的那样切断它 该死 回归者中有没有好的 天使们瞬间间分散 只有几位留下来讨论 给柳一涵的回报 什么会让 我的一涵开心 不是什么能让他开心 我们不该给他一些 能帮不该给他住他的东西吗 嗯 我的尤纳也是 他也努力工作 听到残念的天使利塔 和严格的母亲般的爱达之间的对话 这个严肃的气氛 从现在开始消失 主席天使牟达 结束了笑声 在我的牟达的权威上 我向他保证最好的奖励 利塔 我会接受你的固执 牟达 真的吗 非常感谢 牟达大人 为石魔 当利塔变得真正开心时 爱达疑惑着 这是因为 谬以公平和严格的心态 始终保持中立而著称 谬赞着回答爱达的问题 我只执行神的意志 让地球的保持平衡 而已 另外 另外 可能会更接近问题的核心 对于谋达的话 其他天使们无话可说 如果柳一涵在场 那魔他会说他妈的预言 但不幸的是 他现在正在他的工作坊里 狠狠地敲着金属 除了回家 星号星号星号为他准备的海鲜料理外 柳一涵整天都待在他的工作室里工作 他用核心金属 重新制造了钉毛炮 以及用各种骨头和甲铐动物 制造弹药 其中有一种 一旦彻底射入敌人体内 就会发生爆炸的碎片炸弹 也是他的杰作之一 与他第一次制造钉毛炮不同 但是 他拥有的二阶磨石的数量 已经爆满了 所以他能够毫不迟疑地挥霍它们 另外 不仅是钉毛炮本身 他还在弹药的某些部位上 进行了附魔 可能是由于 具有新种类的材料 以及比以前更高级别的附魔技能 这些因素最后带来了 比他预期中更好的结果 令人胆寒的破坏性金属钉毛炮 Frighteningly Destructive Metal Pile Bunker 排名 为1 攻击力 一级蓄力 2100 二级蓄力 3200 三级蓄力 4300 四级蓄力 5500 附加项 穿刺力和攻击力提高40% 耐用性 2100 2100 由地球上最好的武器匠 制造的恐怖武器 他具有恐怖的力量 以及更加可怕的后座力 所以 在试图驾驭这种玩意的时候 需要比跟怪物战斗 还要多的勇气 虽然他确实使用了核心金属 但无论如何 他也无法让丁毛炮 能够进行第五级装填 这是因为 新的大力金刚精的力量 无法凌驾于丁毛炮炮身的耐久度 当然 第四级蓄力 已经够可怕的了 所以他并没有任何怨言 除此之外 柳一涵还用锋利又坚硬的骨头 和甲铐材料 制造了各种武器 堆子 斧头 巨剑 甚至是由大力金刚精制成的手榴弹 他瞄准的下一件事 是远程武器 尽管做一把弓 或一杆冲枪 是件好事 毕竟他有射击技能 但回想起于引爆的战斗 对于不能使用魔力的他来说 小型子弹或者箭头 很难对一个大型怪物造成任何伤害 因此 柳一涵要制作的既不是弓 也不是冲 而是头毛器 那是猎人自古以来就在使用的头毛装置 野蛮的月光骨质头毛器 Ralph Moonlight Bone Atleto 排名 为1 攻击强度 2 800 附加项 1 攻击范围增加50% 2 攻击力和精确度 在月光下增加40% 耐久度 1850 1850 一个可以用来在弯曲的尾部上卡入小毛 进行射击的毛头制装置 具体效果会根据用户的能力产生很大的不同 头毛器是一种古老的工具 它看起来类似于有着弯曲末端的手杖 它是一种简单的武器 人们可以使用这种简单的武器 将一个用于头制的长毛 放在末端的霞槽中 然后轮动它来把毛制出去 其射程和攻击力远远超过徒手制毛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最大的优势在于 它会受到来自最高等级射击技能的加成 这可以为柳依涵带来 比其他任何头制武器更好的效果 除此之外 柳依涵在制造了大量 可供它使用的武器后 它立即开始修复它的盔甲 它不仅修复了 在与瑞塔卡里哈战斗期间 受损的黑色盔甲 还利用高地巨魔首领的皮肤 制作了一件结实的衣服 它没有忘记 为此增加透气性和防御力量 最后 当它打开斜挂包 准备增强鱼叉和绳索的时候 它终于看到了 迄今未止 被它完全遗忘的战利品 啊 那些是魔石 黑色长袍 和瑞塔卡里哈留下的黑色大镰刀 回想着瑞塔卡里哈 所具有的压倒性力量 柳依涵一一检阅了它们的信息 神秘收割者的堕落长袍 Secret of Reapers Fallen Rope 排名 为1 防御 2400 附加项 1 使用者的隐蔽能力提高20% 2 攻击时攻击提高20% 耐久度 1238 2430 一副长时间吸收黑暗魔力 最后获得死神之力的长袍 致命而锋利的收割者之链 Fatal and Sharp Reapers Scythe 排名 为1 攻击力 3100 附加项 暴击发动的概率和造成的伤害提高40% 耐久度 1780 2800 一个巨大的长柄镰刀 某个被毁的世界的最后一个铁匠 用不明来源的金属所制造的 这些武器 比他们的具备的能力 要稍差一些 当他看到这些数据低于他的预期时 他偏了偏了头 他根本没有意识 他以前一直使用的 都算得上是顶级的武器 不过 这只是意味着 与瑞塔的能力相比 他的武器要略逊一筹 附带在长袍上的附加项 是一个出色的组合 可以立即增加柳依涵的战斗力 柳依涵用一块磨石来修整长袍 并将其放回包里 他并不计划 在公共场合 穿上一件能进一步强化 他那泛宇宙级别隐藏效果的长袍 镰刀的攻击力 相当于柳依涵 已经翻新的死亡之神的黑毛 但巧合的是 柳依涵并没有什么使用镰刀的经验 无论这攻击力有多高 或者附加项有多么好 使用一件他不熟悉的武器 都是愚蠢的行为 因此 他毫不犹豫地将收割者之帘 放入火炉内 如果艾达看到这一幕 他一定会尖叫你在搞什么呀 然而柳依涵并没有发疯 也没有打算给永恒之宴 提供如此好的武器 作为饲料 他只是计划融化镰刀并 将其重新铸造成锚 这种金属比核心金属还要更好 而且 虽然我不知道 它的上面是否有附魔 但是这种金属本身的材质 不容小视 也许它多年来 积累了某些力量 永恒之宴 发出明亮的蓝光病 剧烈燃烧 现在已经了解那个寒意的柳依涵 毫不犹豫地 向他扔了一块磨石 现在他还剩下不到十块 但是由于他已经做完了它 需要制作的一切 所以他并没有感到 有多么浪费 然而 收割者之脸很结实 尽管永恒之宴燃烧得很厉害 但他似乎没有任何融化的想法 随着永恒之宴温度升高 镰刀发出了黑色光韵 并在火炉顶部 形成了一个黑色轮廓 斯 斯 瑞塔 卡里哈 斯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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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 他说出这个名字 是他觉得 镰刀上可能会留下 前任使用者的一些残魂 但这似乎并非如此 然而 他的尝试并不是徒劳的 这是 因为在说到瑞塔 卡里哈这个词的时候 他发现 黑色轮廓上 出现了轻微的震动 这很容易 柳依涵马上找到了这个诀窍 虽然他不知道黑色轮廓究竟是什么 但他本能地意识到自己需要做什么才能实现他的目标 瑞塔 卡里哈 破坏者 死亡 死神 废墟 柳依涵一边吐出有关瑞塔卡里哈的关键词 一边观察到黑色光环的变化 关键字攻击非常有效 每当柳依涵吐了一个词 永恒之宴会燃烧得更加明亮 而黑色轮廓逐渐失去了力量 战争 抗议 批评 伏击 柳依涵嘀咕了所有有关瑞塔卡里哈的话 但总而言之 这是无用功 黑色的光运 似乎不需要柳依涵 耗费过多的推断力 只要提到瑞塔卡里哈 和他的能力 就足够为光运带来足够的变化 孤独 女人 死神 黑 最后的时刻来临了 看起来不想再听到柳依涵的话 或者他已经满足了 黑色的剪影 完全离开了收割者之帘 甚至是炉子 啊 黑色光运 似乎在空气中流动 然后被柳依涵 留在侧边的瑞塔卡里哈的魔石吸收 已经很非凡的魔石 在完全吸收黑色光运后 开始发出更加神秘的黑光 他看上去 真的很不错 好 他正在融化 当然 柳依涵不会在意这一点 他只是自豪地笑了 并看着融化的镰刀 大约在那个时候 一些客人进入他的工作室 但因为柳依涵专注于融化的镰刀 他没有注意到这些不速之客 了不起的专注能力 不行 你别吃 对 就是那样 他把融融的金属凝固在了模具上 然后在他完全固化之前 开始加工金属 尽管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但这种金属的硬度比大金属核心高出无比 这就好像在说 即使他死了 他也不会因为柳依涵的需求而动摇 因为柳依涵破坏了他原来的模样 再烧点磨石吧 然而 就固执而言 柳依涵并不逊色于他 他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负 直到他彻底妥协 他只是把另一块磨石扔进炉中 在垂击之前 又一次无情地融化了金属 他制作无数金属长矛以来 这应该是他第一次做了 这么长时间 然而 柳依涵是一个变态 他是那种欲强则将的人 这种金属的固执 只会让他更固执 最后 顺从柳依涵的意愿 金属慢慢开始变化 也就是说 他是这模处理这个问题的呀 虽然 他在处理哈尔卡尼姆金属的时候 我就已经料到了 非常酷 哼 无论什么这些不速之客说什么话 都没有进入柳依涵的耳朵 如果他注意到他们 那么他就不能继续专心工作了 自从他开始垂击金属以来 过了多少时间呢 首先 毛绳加长 毛头似乎成型 在毛头磨肩之前 毛绳被抛光 在柳依涵眼中 一只从毛绳到毛头发射黑光的长毛诞生了 锋利度非常尖锐 以至于只是把手放在刃身附近 就会被割伤 灭视锐毛 Extermination Spike Spear 排名 传奇 攻击强度 3700 附加上 爆击伤害提高70% 耐用性 3100 3100 一种 由地球上最好的武器铁匠制造的武器 由异世界的最后武器融化而制成 它尚未完成 现在 就算是这把武器的数据信息 都能读取我的思想 那是真的 这种武器 只有通过使用瑞塔卡里哈的模式 进行附魔 才算最终完成 即使是现在 柳依涵也感觉到 被魔石吸收的黑色光运 正在盯着它 它咬着牙 磨掉它的执念 改变了武器的形状 难道它现在不应该顺从它的执念吗 柳依涵打算立即进行附魔 但由于工作的一个阶段已经完成 它的注意力 减弱了一点点 得益于此 它意识到了一件事 在它的工作室里 因为天使们在它锻造哈尔卡尼姆金属时 已经设下结界 它的工作室 应该是坚不可摧的 但是它现在能感觉到 除了它自己之外的两个存在 而且 它可以闻到其中一个人 那熟悉的味道 一个非常熟悉的 同时也是它所渴望的 那一刻 它努力回忆 那个铠甲女天使所说的话 呼 一边想着 这预兆已被收回得太快 柳依涵一边挠着脑袋站了起来 转身回头 那里有一个笑容灿烂的天使 还有一个一脸酸楚的天使 它准确预测的两个数字 我们回来了 我回来了 同样回答 不同的含义 它茫然地瞪大了眼睛 因为它不知道 它应该做什么表情 但最后 它笑了 因为它的情绪告诉了它 然后 它低声地说 欢迎回来 私人物业的入侵者们 来到柳依涵的工作坊 有两位天使 这可能是很自然的事情 因为天使会议的结果 有许多守护天使 被派往地球 而关于柳依涵的守护天使 将由谁负责的问题 已经得出了结论 当然 提议者是利塔 尽管主席天使 谋达知道他的私心 但也只能给他 他想要的答复 没错 为了增加奖励 柳依涵现在得到了一个 额外的守护天使 雷坠的数量增加到了两个呀 你这雷坠是几个意思 为实魔你要这么说 明明已经 我们有这么长的时间 莫见面了 利塔 虽然仅仅是两个月 先别管这些 利塔 我听说 我的遗留时期 其实是一千年 嗯 利塔 利塔避开了柳依涵那刀子般的目光 将视线转向了远方 尽管他没有说这事 出于保护柳依涵的心态 但柳依涵现在对此不闻不问 但他不禁感到难过 并安静了下来 柳依涵 既然你与这件事有直接关系 那么你就有权知道 在天堂进行的会议纪要 想不想听听细节 艾达 继续说 当利塔跪在地上双手高举 为他当时欺骗了柳依涵的罪 而祈求原谅的时候 艾达开始告诉柳依涵在天堂会议上发生的事宜 事实上 柳依涵是天堂也看好的最强大的候选人 所以 他们对待他的方式略有不同 因此 大规模的支援将被派往地球 但即使如此 地球也会经历一段比较艰难的时期 艾达 所以总而言之 其实你们并不了解现在的情况 但是未来有可能再次发生同样的事情 就是这样 艾达 卵 但 又没有 对 你也可以从我们 离开你的一千年中那段时间看得出来 啊 他居然承认了 柳依涵感到震惊 我们现在 将你视为潜在的盟友 所以 对你夸大我们的能力的必要性已经消失了 我不知道你是否忘了 但你 确实救了我的命 从那一刻起 你和天堂的关系变了很多 艾达 哦爷 给我奖励 奖励 请在鞋跨包上面附上防腐的魔法 只有这样 艾达 哇 我们的艾达居然转变了 柳依涵甚至认为 这可能是在秘密的拍电影 然而 艾达并没有在开玩笑 最后 他向他提出了他 只能想想的提议 我能不能暂时把鞋跨包的重量 转移到另一件物品上呢 为什么你每次都能想到这抹可怕的想法 艾达 艾达 不要那么靠近我的意涵 丽塔 丽塔 举着手别动 跪好 是的 先生 丽塔 总而言之 这个要求并不困难 甚至只凭借丽塔和艾达的力量就能完成 不过 至于他之前提到的防腐处理 他们先把其他天使叫来 斜跨包 附加像 一 空间扩展 二 重量控制 三 防腐 四 重量转移 完美 看上去你很喜欢他 当然 奖励不会以此结束 艾达 艾达 你真的没事吗 你没有吃错什么东西吧 坏事发生的时候 人们大多不会逃避现实 但如果某件事情太好 好到不可能是真的或者太让人高兴的时候 人们就会开始怀疑现实 柳一涵现在就是这样 然而 艾达微笑着摇了摇头 所以 你真的无法摆脱你低估自己的习惯 明明你这次做的事情 值得这么多 丽塔 现在轮到你了 艾达 哦 是的 丽塔 在谈到奖励的时候 魏石魔会谈到丽塔 不要告诉我 天堂给他的奖励之一就是丽塔 看着柳一涵那心跳不已的样子 艾达砸了砸舌头 你真是想多了 艾达 我没有告诉 你不要每次都堵我的心吗 一涵真可爱 因为很容易就看出来他在想什么了 对吧 丽塔 丽塔 你也这样 直到现在 还在惩罚自己的丽塔站了起来 走近他 然而 从他嘴里说出的话 却让柳一涵有点意外 你还没有选择你的眼神之间 对吧 丽塔 嗯 柳一涵终于想起了这件事 自己可以在选择二阶的同时 选择一个眼神之间 他确实在他进阶的那一刻 看到了这条信息 但是刚出现的菜鸟收割者那个巨大的存在感 让他忘了其他的一切 虽然他很感激丽塔提醒他这一点 魏石魔偏偏是在现在呢 柳一涵混乱地问道 这与奖励有什么关系吗 闭上你的眼睛 想想眼神直接 然后你就会知道了 丽塔 正如他所说 柳一涵乖乖照办 下一刻 绿色的数据文本 一行接一行地 出现在他的视网膜上 就像他获得主要直接的时候 他的成就和经历 都变成了记录病 不断出现 从铁匠 厨师 木匠开始 再到魔法师 就好像世界上所有的眼神直接都聚集在了这个地方 然而 在绿色文本列表的底部 有一个发出白光 39 天使同盟 Angels Partner 这是什么 总觉得这个词 可能会引起版权问题的纠纷 没关系 我们可以说这是常见的组合词 爱达 这时 柳一涵也隐隐约约地猜到 爱达和丽塔谈到的奖励的正题 他们一定干预了柳一涵的记录 结果就是这个 天使同盟 这是我们主动帮你准备的奖励 并且 即使我们必须进一步限制 我们身为天使的力量 也能将部分力量转让到你身上 这也是高等存在 可以再被遗弃的世界 发挥自己的力量的一个办法 爱达 只能无助地看着死神挥来的镰刀 这让你很沮丧 我不否认这一点 可说到底 你遇到危机的速度 比任何地球人都快得多 所以 可能需要我们的力量 爱达 才不是这样 你这天使 尽管他在嘴里不顾一切地否认了这一点 但柳一涵心里 也认为 他是对的 人们不是常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吗 尽管柳一涵 避开了神的眼睛 但无论他走到哪里 依然经常有奇怪的事情会发生 直到现在 他还觉得 这是莫办法的事 但事实上 柳一涵似乎已经陷入了名为主角的诅咒当中 这是一种可怕的诅咒 会让他的身体和精神逐渐枯竭 因为他会成千上万次的经历 其他人一生中遇到过的 甚至没有遇到过的所有经历 如果他真的有主角光环的话 那么就算其他人死了 他也不会有事 但是 这不也意味着 在其他人游玩正常模式的时候 他只能被逼着 进入只能头一次游戏壁的地狱模式吗 如果你得到了这个衍生直接 那么你就可以尽早运用魔力 而且还能尽早永远和我在一起呢 丽塔 换句话说 话题走到了这里 丽塔就可以以与柳一涵地结天使同盟为借口 一直待在地球 他确实是间接的 虽然他也很想否决这个提议 让丽塔哭出来 但最终柳一涵还是点了点头 好吧 我会照你说的去做 好极了 丽塔 不要搞错了 这只是对你的奖励 绝不是因为 我想和你待在一起才 你在说什么胡话 你认为 我会疯狂到 去想这种莫普的事吗 被你拒绝得这么彻底 反而让我的心情很复杂 爱达 翠 丽塔 孤独的柳一涵 并不期待他人对自己的感情 因为他的基本想法是 如果他企图妄想什么 那他最后只会受到伤害 他甚至还会主动切断这种可能性 有人可能会称他为懦夫 但他无法反驳 他花了无数年才在他和丽塔之间建立亲人般的关系 爱达略微大胆的话语几乎是不可能动摇得了他 他只是把爱达的话当作笑话笑了起来 并选择了天使同盟 这个衍生直阶在诸多的衍生直阶中发出了最亮的光芒 那一刻 与他升到二阶的时候相比 他的全身感受到了生机勃勃的感觉 如果说这个主直阶的进步 是以增加他所具备的能力的方式而体现的话 纳摩获得这个衍生直阶的过程 则让他觉得自己正在制造一个新的内部器官 我觉得有点恶心 忍一忍 你会没事的 丽塔 这是没有选择的事 因为你需要与高等存在 制造一个连接 请忍受一下 爱达 幸运的事 结果是没有成败一说的 就像丽塔所说的那样 当他在等了一会儿时 来自两个天使之间的共享感就出现了 就好像他们在组队一样 一种奇怪的安全感 以及一种不那么糟糕的紧张感 柳一涵笑了起来 还不错 请多多关照 一涵 丽塔 我再也不会像上次那样变成一个没有用的累赘了 爱达 那一刻 文字如瀑布般出现在他的视网膜上 你已经成为天使同盟 你最多可以与两位天使进行合作 所有能力在对抗破坏者或不死族 Undead 十增加百分之三十 获得被动技能 天使的守护 Angels Partner 遭受暴击的几率降低百分之三十 诅咒抵抗力增加百分之三十 所有任务奖励增加百分之三十 该技能没有等级 只能通过满足某些条件来进行提升 获得主动技能 天使的支援 Angels Support 根据技能的掌握情况 在被遗弃的世界中战斗时 你能够借用天使的力量 你在天使身边的时间越长 与他们交流的次数越多 该技能的增长速度就越快 目前 你与天使利塔和爱达合作 在与破坏者或不死族作战时 获得特殊增强 这意味着天国军 Heaven's Army和他们是死敌 考虑到大多数衍生 直接与战斗力没有关系 因此柳一涵可以说是赚到了 天使的守护 字面上感觉像一个祝福 毕竟他从未受过暴击 但回想起 怪物每次受到他的暴击时 似乎都感到非常痛苦 尽管他不知道 受暴击有多么难受 但暴击的命中的可能性 已经下降了 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 诅咒抵抗和任务奖励也是一样 他终于感觉到 自从他认识了天使以来 他遭到的苦难终于得到了回报 相比之下 天使的支援 则是几分钟前 爱达所说的那种方法 这是天使们提出的 与废弃世界有关的 地下城的反制措施 同时 作为柳一涵的奖励 这是一种 在遇到类似情况时的反击手段 柳一涵也没有理由讨厌他 他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会再次陷入 这样一个可怕的地方 但是如果他能借用更高的存在力量 那就足够了 嗯 主动技能是可训练的 呀 与天使联系的越多 这种技能越快发展 立踏淡淡地回答了他的问题 但是对于柳一涵来说 这听起来 好像并不纳摩光明 如果要去形容这种感觉的话 这让他想象了一只水蟒 正在缓慢地朝灌木丛中的猎物爬去 为石魔 丽塔 不会对柳一涵 抱有任何恶意的 柳一涵对自己的想象嗤之以鼻 但事实上 他的直觉是正确的 毕竟他只是一个一千岁的老处男 当然看不清 他所感受到的危机的真正本质 无论如何 我们已经给你所有的奖励了 从现在好好相处吧 柳一涵 爱达 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一起去玩吧 爱达冷静的声音 和立踏兮兮的声音 同时传入了柳一涵的耳中 现在他感觉好多了 因为他已经获得了一种新的 良好的技能 只见他露出了一个清新的微笑 说道 好 在我给长毛完成附魔 制作完鱼叉 并精炼了巨魔的血液之后再说吧 又开始工作了 尽管他再次遇到了 他朝思暮想的利踏 但是现在 优先干活的柳一涵的工作狂特点 还处于激活状态 柳一涵的工作 只完成了一半 他甚至没有给那根灭尸锐毛进行附魔 也没有制作用于狩猎大型怪物的鱼叉 更莫来得及使用特殊容器 来精炼 快要溢出在斜胯包中的巨魔血液 这个恶棍 工作狂 中年大叔 光头 利踏 利踏 我觉得他不再听你说话了 爱达 回到地面以后想和他做很多事情的利踏 被撇在一边 而柳一涵 则继续工作 不 事实上 这也是因为柳一涵打算一边进行工作 一边在考虑着之后要做什么 因为现在 他们又见面了 而他却不知道 该对他说些什么话 真的 在这一点上 他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相当例外的工作狂 这就是为师摸我说 我会做你想做的事 他立即开始附魔 最重要的是从魔石中汲取所有的能量 将它们全部装入心毛之中 并使其生成柳一涵预想的方向上的附加项 当前有一个变数 有一个不可识别的意志 居住在魔石中 但幸运的是 柳一涵也具有与过去的瑞塔卡里哈类斯的战斗风格 魔石的特点与柳一涵的特点相吻合 甚至与他们武器的特点相匹配 所以不用怀疑附魔操作的结果 一涵明明不能使用魔力 但为师摸他精通附魔 丽塔 因为天堂任务的报酬 艾达 尽管两位天使在看着柳一涵工作时 互相窃窃私语 但附魔过程本身依然在顺利进行 像青少年一样 在魔石里四处闪烁的光运 有点令人讨厌 但接近三十级的附魔技能 显示出了他的威力 他聚集了所有被引发的光运病 集中在毛上 就像你想要的那样 拿出身为死神的所有力量 锐毛开始发光 一直以来 黄豹的黑色光运 完美地存在于长毛中 并在此时释放出剧烈的魔力 好像他已经找到了 他应该做的一样 柳一涵所需要做的 就是帮助他 让他完美融合在毛中 并帮助长毛 彻底消化他的力量 结果很快就显现出来 这个黑色的光运 意识到柳一涵在帮助他 主动地将他的力量 传遍整个毛 并按照柳一涵要求 进行发展 将瑞塔卡里哈索 拥有记录的力量 疯狂地展现出来吧 让柳一涵 这个现在和他走在相同的道路的人 接受他的抑制病 将他发扬光大 光很快消失了 直到变化彻底完成之前 柳一涵盯着毛 在确认完成所有的过程后 他才抓住了他 黑暗死神的沙龙毛完成 黑暗死神的沙龙毛 Dark Death God Dragon Exterminating Spike Spear 排名 传奇 攻击力 4000 用户限制 拥有死神之力的人 附加项 1.攻击力 暴击率和暴击伤害 增加30% 2.突袭对手时 死神的全部相关技能效果 提高30% 3.在与龙族的战斗中 暴击率和暴击伤害 增加了150% 耐久度 32003200 继承了强大的愤恨 和无情的复仇意志之后 一根长矛 在铁匠大师的精心炼制下重生 复仇之刃 将永远等待着他 割断龙头的那一刻 咦 柳一涵开始怀疑他显卡 是不是出问题了 龙 龙 你说龙吗 不不不 这个附加项 可不在我的最初计划里面 他目瞪口呆 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 虽然 他对附魔石新附加的分支项感到惊喜 但是最后面的暴击伤害 附加项却变成了另一种奇怪的选择 这让他瞠目结舌 什么鬼 在与瑞塔卡里哈战斗前后 他可不记得 任何与龙有关的记忆 但卫石魔会有一个可疑的附加项 出现在已经制作完成的武器上 像是屠龙 或者别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 这 我想你可能把那个女人的记录 展现得太过了 丽塔 沙龙 也就是说 看来瑞塔卡里哈的世界 是被龙毁掉的 在抓住毛来检查他的信息之后 丽塔和艾达 很快得出结论 由于柳依涵的脑袋 也转得很快 他可以很快意识到 他们在说什么 你的意思是 因为附魔太成功了 所以就会变成这样 是的 你应该阻止一下 丽塔 即便如此 龙族 也不知道你的水准 离他们还有多远 很自然的疑问 毕竟他们 不是毁了一个世界吗 即使柳依涵的真实本领 远远超过了他的等级 但他到底 还是个没有办法使用魔力的 二阶能力者 为了公平的对抗龙 他必须要得到他的三阶后才行 由于70%的暴击率的巨大价值 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柳依涵受到的冲击 是无法形容的 不要太沮丧 龙族在每个世界里都有 当你不得不面对他们的时候 这种武器 将成为你的一大助力 艾达 但龙族至少是三阶 对吧 他看到的第一件事 不应该是转身就跑吗 丽塔 不 丽塔 艾达 你们这些女孩 都莫抓到重点 听到柳依涵的话 丽塔和艾达两人头上 都冒出了问号 对两个傻兮兮的天使来说 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 最重要的事情 柳依涵 一边毫无用处地摆了个姿势 一边说 玉兆啊 我现在获得了一种 专门来对付龙类的武器 这件事实 预示着我将 不得不很快 与他们对抗啊 让我绝望的原因是 面对即将到来的屠龙战 我仍然弱得一痞啊 嗯 你说的是这个 艾达 这不可能是真的吧 丽塔 艾达和丽塔的反应完全相反 但柳依涵并不介意 那是因为 从现在开始她 就在忙着想 应该做神魔 首先 我是否应该 将对龙特定的附加 像付到鱼叉上 但我怎么才能 把他们贴上去呢 冷静 柳依涵 如果你意愿够 强大的话 正确的附加像 将会以某种方式出现的 艾达 咦 你为什么要附和柳依涵的愚蠢笑话呢 为情况做准备的人 对情况了解的人 以及对情况一头雾水的人 在同一个地方 柳依涵掏出高地巨魔首领的所有类骨 制作了一组24把鱼叉 无论柳依涵怎么想 她在工作时 都有某种吸引人的魅力在其中 而艾达和丽塔 都被这些场景迷住了 接下来 她拿出了二阶魔石 尽管这些石块 因制作长矛而几乎耗尽 但她毫不犹豫地 开始对鱼叉组进行附魔 由巨魔老板的皮肤制成的皮绳 具有良好的耐久性 即使 瑞塔卡里哈再次出现 也无法切断她 因此 她认为 没有必要让她变得更加坚韧 所以 柳依涵所关注的是 柱子钉入地面的时间长短 以及鱼叉刺穿敌人的效果如何 还有龙 我说你不必太担心 丽塔 柳依涵 我会直接将龙的图像传送到你的大脑中 想想他们的形象 想象你扔的鱼叉 有效地束缚住他们的场景 地结天使同盟 在这样的情况下 起到了作用 尽管只能在头脑中重播龙的图像 但在学习解体过程中 遇到无数生命形式的柳依涵 可以很快地找出他们的体貌特征 剩下的 就是让鱼叉以正确的方式杀死他们 就像我说的 我完全不理解现在这种情况 丽塔 无论丽塔是否接受 柳依涵和爱达的合作进展顺利 当情况变成这样的时候 丽塔也开始怀疑柳依涵真的有遇见的能力吗 并开始观察这二人 事实上 这是因为 她不愿意 因为她无缘无故生气 而被这两个人嘲笑 顽强的猎龙鱼叉套装 Tenacious Dragon Hunters Harpoon Set 排名 为1 攻击力 2800 附加项 1 鱼叉和支柱的可维护性提高40% 2 面对龙类时 效率提高30% 耐久度 3500 3500 一组强化了捆龙功能的鱼叉 如果这是在一个合适的龙猎人手中 她将带来巨大的力量 尽管没有遇到过任何龙 但柳依涵制作的鱼叉的力量 却是如此荒谬 如果有人看到她 纳摩这个人就会误认为 她是由在前线与龙作战的战地铁匠 制造出的主武器 但这只是柳依涵看着艾达发给她的图像 通过脑补完成的附魔 纳摩接下来就是巨魔的血 是的 快点 快点完成吧 丽塔 现在 丽塔几乎要恳求了 然而 即使笑话她可爱的同时 柳依涵也没有停下来手中的活 把巨魔的血煮费 以去除杂质 并加入香料 使其更美味 与之前的工作不同 这更接近于烹饪而非加工 而且她没有停下来 一直到她煮完所有巨魔的血 柳依涵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就好像她在炼精 而不是在烹饪 我称之为血液精华 你以为这是个好名字吗 艾达 你很擅长取名字 嗯 还是丽塔懂我啊 那一刻 丽塔和艾达之间爆发了火化 把柳依涵夹在中间 这是两个天使 正式成为竞争对手的一刻 虽然 他们争执的话题 有点奇怪 当然 千年同男柳依涵 却并不介意这二人 而是一直在煮血 柳依涵并 没有打算用这个来做药剂 他有一个更宏伟的计划 到那时 丽塔和艾达都会感到震惊 他把巨魔首领的血和其他巨魔的区别开来 并把它放到另一个容器里 普通的药水和高级药水 看上去就像普通咖啡和浓咖啡的区别 当他完成所有的事情时 已经到了第二天的早晨 望着冉冉升起的太阳 他张开双臂 还有什么时刻 他会如此自豪 呼 我好累 你现在要和我一起玩吗 丽塔 柳依涵需要休息 丽塔 虽然我理解你 再次见到他 感到很高兴 但我们给他一些时间不好吗 艾达 火花再次爆发 天使之间的地下战争 变得严重 而柳依涵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然而 下一刻 柳依涵微笑着摇了摇头 不 我没事 我们来玩吧 丽塔 你也一起来吧 艾达 我也是 你说 丽塔和柳依涵相处的时间 比他要多出几百年 心里想着 自己一定会被赶到一边的艾达 在听到柳依涵的话后 最终被轻轻触动到了内心 我认为 我们不需要他 丽塔 打架是不好的 柳依涵开口斥责了 这很少见 由于他从未期待过会有人 对他感兴趣 柳依涵也不会对他们产生任何的兴趣 因此 他主动斥责别人的情况 其实非常罕见 这让丽塔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我 我很抱歉 是我不好 我不是说你不好 我只是说 你们不应该相互争论 这是完美的处理方式 不过 柳依涵带着令人耳目一新的微笑 又多说了一句废话 如果我和你们两个一起去玩的话 天使的支援一定会增长得更快 这些话 庞复是从一个刚进小学的男孩嘴里说出来的 但他们也道破了天使同盟 这个衍生直接的本质 是的 与丽塔的本意完全相反 柳依涵已经熟悉了他的衍生直接 但是就这个样 就非常好 就非常好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